我先講這個 反正你等一下要聊一下扇子 扇子要聊嗎 可以扇子 很有聊 可以稍微聊一下 我們今天拿到這四款 這四款 不鏽鋼的 保鮮盒 這個蠻特別的 聽說這個牌子 我們做的這一款 不鏽鋼保鮮盒 它是可以晶微波爐的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目前手上有四種尺寸 好 我們先開一個 還是全開 你開這個750的 我這個是500的 這是小容量的 小容量的 而且是可以進微波爐的 目前所有坊間 大部分的 不鏽鋼保鮮盒都是不能進 微波爐的 嗯 它還是有一個塑膠套 對 OK 微微的把它拆開來 好的 還蠻精緻的 摸起來質感很讚 還蠻精緻的 還蠻精緻的 而且 很有設計感 非常有設計感 我先放這邊 非常有設計感 非常有設計感 嗯 我自己來 我的 以我的角度拿到它的時候的感覺是 它的下方有鈴有角的 對對對 這也是我的感受 這種感覺是蠻特別的 其他人都故意做圓的 嗯 這就是有鈴有角 那我覺得 他有他的設計點在裡面 然後呢 他會特別在下面有做個雷雕 嗯 這個雷雕就是告訴大家 他可以進微波爐 可以進冰箱 然後可回收材質 然後 進烤箱也沒問題 冷凍庫 冷凍庫 所有的幾個環境都可以做 嗯 然後再來 他的 他那個密封環節 嗯 這個清脆感 你看 上面的質量還是不錯的 嗯 然後這邊 這下面看起來還蠻好清洗的 深度夠 角度夠 蠻好清洗的 嗯 然後這個 這個不鏽鋼材質 他說他可以進 微波爐 嗯 進那個冷凍 他那個都還沒問題 嗯 可進微波爐的不鏽鋼 對 好不好還是真的很少聽到 嗯 這個是蠻好的一個設計 我之前稍微有研究 是 他好像是因為 呃 電磁 他好像這個邊緣還是什麼地方 因為進到微波爐的時候 他會 因為有一些 呃 離子 所以他在轉的時候啊 他會有那種電磁波的效應 所以他會起火 對 那他這個好像是特別做了一些處理 有一些專利上的處理 了解 然後讓他在 呃 微波 產生微波電磁加熱的時候 他會 把他 倒掉 所以他就不會 所以他就不會 在打的時候 對他就不會 那種 呃 正電跟護電打在一起 然後引起火花 火花 嗯 所以他是有一些專利 還有一些科技上的一些小突破 了解 然後我們再看他裡面 這個 這個我覺得還蠻特別 就是四方 這個蓋子 他的四個角落有墊高 嗯 會方便我們在加蓋的時候呢 很方便去使用他 對 東西也比較不會易流出來 對 四個角落 因為有時候這個四個角落 有時候就是 蓋出門的時候 那個汁很會從旁邊滲出來 就從這個 因為他有這個膠嘛 對 然後他就是有把它墊高之後呢 遇往外面這個轉折處啊 嗯 流出一些汁液 所以這個 還蠻特別的 安設別的一個設計 是是是 密合度也很高 嗯 然後再還有一點就是 剛剛我們要講的 來 我們可以疊上去 他這個 凹陷處應該是一個 很好堆疊的一個環境 對 所以堆疊看起來在家裡面 廚房啊 或是冰箱收納啊 都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這個特別軟 這一塊 他這個 密封這個緩衝的這個 矽膠的部分 對 特別軟 他還有一定的高度 你看他這個墊在上面啊 他其實 那個密封性效果啊 還蠻佳的 對 然後也不用擔心說 用久了 他會不耐用的狀況 他一樣可以拆下來是棲息 這個一樣可以拆下來是棲息 嗯 都是蠻讚的 嗯 酷 對然後有 四種 四種 這個我手上這個是500 500ml的 這個是500ml的 寶爸這個是750 然後還有一個 一百一千三 一千三跟一千九 一千九 一千九 一千九大概都是已經放 放家裡面那種 對面啊 什麼做好的在拼起來 是的 然後這種小型的呢 比較像是帶去上班的 嗯 帶兩個去上班機 蠻方便的 對疊起來 然後裝一個 裝一個便當袋 好便當袋 連接自己放一下 我們現在沒有拿出來 組裝 我覺得這個 他這個設計有一個好處 我覺得他裝湯應該還蠻合適的 蠻合適的 可以的 裝湯 因為其實有時候大家買 帶湯去公司 微波都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對 湯在公司微波 你又不好去處理 然後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剛剛你講這件事情 我就要順便再講一下 他其實把蓋子打開一半 他那個 不會 因為爆開來 他是微 洩氣的時候呢 他會從四邊洩氣 他不會還是在這上面 他不會亂洩 他不會亂洩 然後另外一點呢 你把蓋子拿掉 他旁邊勾子 你都可以勾起來 所以他這邊是做空心的 所以這邊應該丟不燙 你不可能微波完 抱著下面走出來吧 你一定是 鐵沙掌 手拿進去 對 鐵沙掌拿出來 我覺得這個方法 是還不錯的 所以這個 這個 跑鮮盒 蠻讚的 寶寶給他 蠻好的一個評價 是 推薦給大家 推薦給大家 有四双十吋 歡迎你們下單 謝謝 拜拜 定格 我來拿三 這個蠻讚的 對 他這個盒子 讚 質感蠻好的 然後他尺 尺寸的